杏花盛开的四月 我来到了新疆 在伊犁河谷 沉醉于田园木戈的四亿里 杏花满山 牛羊成群 运马奔登 这是甜美而又 奔放的新疆 只有这个高度才能决定我们的光度 花儿开了 鸟儿叫了 魔红的心儿也跟着飞出去了 哎呀 发誓 穿越峡谷 飞向矿里后 更广阔的地貌 尽收眼底 我看到的是岁月雕刻出来的古老画卷 画卷上写满了亿万年的沧桑与斑南 这是充满了自然奇迹的新疆 就把某种满都放在一起 源泽草 在过程中 在几乎 在温暖 在几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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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桥 飞行途中还遇到了一群灰鹤 大约两三千只 细细在一个美丽的湖泊上 灰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么大的群落令我惊喜 只有在非洲 我才见到过这样的规模 这是升级勃勃的新疆 2001年 我自驾车从四川出发 穿过西藏的阿里河腾区 进入新疆 从地面拍摄它的美丽 这一次在直升机上航拍 我才真正领略到新疆的大美 领略到它丰饶的壮阔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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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十天的航拍 十天的航拍只够完成大美新疆的第一章 我还会回来继续创作国之美新疆片 国之大美不可辜负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统订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